罗马尼亚特种兵透过绳索从直升机快速滑下 北约在黑海大军演CNN记者获准随行登舰 至今美国海豹部队与英国特种部队在黑海训练如何突击敌舰 这场演习的地点十分靠近乌克兰的蛇岛 警告俄罗斯意味浓厚 这场演习属于特洛伊脚印的一环 集结30多个国家军队参与当中也包括非北约成员 此外北约军队穿着全身防护装备 在立陶宛模拟如何防止生化攻击 而在德国也有来自9个国家7500名士兵加入自走炮演习 北约动作频频就是要防止俄军将战事扩大到欧洲 此外德国外交部长闪电造访基辅前往了解不查大屠杀的事情 荷兰外长也同时到访各国驻基辅大使馆将陆续重新开张 第一遍新闻综合报道